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讲中三物理工作址14.4b 的第三题 讲到一个潜水运动员在水下看上水上高的景象 这一题要能够清晰了解,首先要了解一个物理的概念 现在请你假设你是一个潜水运动员 如果你在一个潜水运动员看空中的事物 你可以分成有几大类 第一大类,你可以想象的是你望天 因为光线不需要有任何的编辑,就直接下来 如果你望这棵树 你望这棵树 你望这棵树是怎样呢? 就要由树那里有一条光线 由树那里去出发 就有一条光线,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位置 接着入到你的眼睛的时候 去到由空气入水的时候 就会偏向发线 各位同学,看不看到这里?偏向发线 所以如果你的光线因为这样进入眼睛 我将这个方向延长它 树的位置,看上去的影像位置 就好像不是在你的旁边 就在你的楼上了 天空在你的楼上 那棵树又在你的楼上 树脚用相同的原理 树脚用相同的原理 都会去到你的楼上的 唯有最关键的就是地 同学,能否留意到一条光线 就是这个角度是最大的 天可以当是零度 接着地是一个最大的角度 它进入来的时候 即是在空气角度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90度 这个位置就是90度 如果90度的时候 进入到这里 这个位置就叫做临界角 叫做临界角 所以那条光线 其实就用临界角的角方向 进入了你的眼睛 所以就出现一样东西 就是你见不见到 你见到天空 你见到树 还有你见到脚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角度进去 所以这个潜水运动员 会看到水上高的所有东西 就被擠押成一个圆锥 就明明是一个这么大范围的东西 现在看上去上来 就好像在上面这个位置 同样这条鱼 水里面的东西你也看到 水上高的东西全部都看到 不过浮上去 水里面的东西就不说了 那我们回应这一题题目 我们要回答些什么 是有浅有难的 首先第一题是很浅的 就是叫你去计算水的临界角 同学只需要用折射率 等于一随意浪费临界角 就用这个方法 海水的折射率 是会被清水略高 所以我们用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按一随1.35 接着就还原浅 我们就会计算到 这个临界角就是47.7945 大约就是47.8度 好了 接着的情况就是 刚才就说 刚才不是说到 这个水面上高 水面上高所有的景物 看起上来 就会浮上来这里 如果它会浮上来这里 浮上来这里 其实人都会这样 这样站在这里 就拿着 就是人 就会从这个位置上来这个位置 行不行 好了 现在它就问了 它就说这个 这样的半径 你记不记得 刚才这个半径 其实就是一个圆锥 就是将这里 这样连成一个线 不好意思 我刚才画得不太好 就将这个 拉长它 为什么要拉长它呢 你将你切身处地 想想你是潜水员 即是红色那一只 你是觉得光线这样来的 你觉得地 地 比如说O点O点 这条光线 是会这样进入眼睛的 所以O位 就会在这里 是不是 同样 于是这个 就定义了 那个在空中里面 看到的 东西的范围 现在它就 不是很复杂 它只需要 我们计一计 这个R的值 就可以了 计一计这个R的值 如何计算呢 同学 我们看一看 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三角形 是有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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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就是直角 这个位置 就是直角 这个位置 就是临界角 就是两条平衡的线 夹着的这两只角 就是内错角 所以 定义上 这个是临界角 那 z 位 就在这里 z 位 就在这里 这个也是临界角 而根据这个题目所说 它就说 这个弧的深度 眼睛 距离这里 10米 同学 你想想 如果 对于这一只角度来说 这个就是它的对边 这个就是它的轮边 是不是 所以对边除轮边 在我们科学上 在数学上 就是tang 所以tang c tang c 就是等于R 除以10 所以tang 47.8 就等于R除以10 所以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会用回这个 我们会用回这个 47.8 就是tang 乘10 就是等于10 R就是11.028 三位有效就是11.0米 就完成了 做完这个R的情况 它只不过是叫你去明白 光线 其实如果是这样 进来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是临界角 而这个圆圈的R 其实就是tang 临界角 就是对边除轮边 轮边就是水深 那就是10米就可以了 现在它就问你 这个渔夫站在那个湖的旁边 潜水员能不能够见到它呢 那我们之前不是看过的 之前我们没看过这张照片的 即是说水上高的所有东西 其实潜水员都看到的 都看到的 都看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的 渔夫 其实 在他的身上高有一条光线 如果进来的话 其实是偏向发线 进入到人的眼睛 即是蓝色那条就是光线 这样就搭能够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蓝色那条线 就是那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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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要求不是很高的 只需要在渔夫身上高出了一条光线 是偏向发线 即是说这个角度 要变小的 这样就接受了 完成了这一条题目 所以蓝色那条线 就是C 部分的答案 就会变小了 就会变小了 就会变小了